好来看到东立国小女足队今年参加111学年国小世界杯足球赛 某足全力奋战到底从三月地区预赛以及四月全国复赛 以全胜无师分战机一路挺进全国的总决赛 那么经过跟全国667只参赛队伍激烈竞争取得金牌 5月15号凯旋归来全校师生来到车站来迎接 而副理工所更是前往学校贴红榜来表扬 东立国小女足队今年参加111学年国小世界杯足球赛 某足全力奋战到底从三月地区预赛以及四月全国复赛 以全胜无师分战机一路挺进全国的总决赛 经与全国667只参赛队伍竞争激烈 拿到16强全国决赛门票 5月15号凯旋归来全校师生来到车站来迎接 我觉得还蛮满意的 因为我们从决赛 从复赛到决赛 我们都是很拼命的 就是一直努力想要得到冠军 比较难打点 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顺利来拿到第一名 复理乡公所代理乡长江东城前往东里国小制政女足队奖励金以及金榜 并且赞许他们好好表现为复理争光 能够在这么稀少的一个同学当中 零选出八位的一个同学 在全国在高雄市的一个比赛 在全国667队当中 能够逐一打败这个强点脱颖而出 东里国小女足队只有八名的球员 人数虽然较其他队伍弱势 但是靠着勤奋练习 团队良好默契 克服偏向资源不足的困境 今年在国小世界杯足球四强赛当中 分数一度落后对手 仍努力化解危机 在关键时刻踢下两分 拿到冠军赛门票 最后以4比2登上冠军宝座 也即将在今年8月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